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好朋友也很担心 我老爸老妈还健在 我还有两个小孩子 一个大一 一个高一 都还要花大钱呢 我怎么会退休了呢 其实我要说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个人有每个人在当下的想法 决定和情境 这个都没有办法copy 别人不管怎么说 都只是一个参考值而已 我没有鼓吹提早退休 我也没有劝大家提早退休 我也没有说提早退休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在那一个时间点 我和我老婆共同讨论做下了这个决定 我做了这个提早退休的决定之后 那我就要为我自己的决定负责 没有办法回头 那就勇敢的往前走 面对未来的每一天就是了 那为什么会选择提早退休呢 前面说过我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 只是第三个阶段 我需要把时间交给我自己 有没有什么利弊得失 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诚实的报告 不论做什么样子的选择 一定有得有失 有利有弊 这个都需要自己去权衡 能够走到退休或考虑退休这件事情的好朋友 我相信都是一个成熟的人了 你不会把我的故事直接copy到你的身上去 也不会听了周章人讲的事情 而影响自己做太多重大的决定 好处 我觉得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生命 我能决定我自己人生的每一分钟 就像我平常在上班的时候 我回来就在经营这一个做菜的频道了嘛 我晚上10点多 11点回来之后 我还是要做菜啊 因为我喜欢做菜 而且我喜欢我跟我老婆 一起在厨房做料理聊聊天的那个感觉 做完菜之后 11、2点 实在吃不下去了 因为晚上大概都吃了饭了 可是做完之后又很想吃 半夜11点12点还在吃饭 因为做完了不吃 总觉得对不起自己 稀里呼噜两三下 忍不住诱惑又把它吃掉了 所以身体也搞坏了 然后人也变得越来越胖 而且吃完之后真的很不舒服 因为吃完之后立刻要睡觉 不然第二天早上5点多 我又准备要去上班了嘛 因为之前我就是一个标准的上班族 别人是朝九晚五 我是朝五晚九 我为什么朝五晚九呢 因为我这个人上班特努力 我早上五点多就准备出门 晚上九点才下班下工收工回家呢 没有任何加班费的啊 可是我觉得 我就是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完 所以晚上11、2点或12点 吃完饭之后 立刻跑去跟我老婆喝两杯小酒 因为一整天没聊到话嘛 然后就去睡觉了 总会觉得身体不舒服 胃死到逆流 而且做完菜之后 吃完东西 跟老婆也没聊上几句 喝两杯啤酒 我就赶紧要那个刷刷牙洗洗脸 要准备睡觉了 因为还洗洗澡呢 就一天的时间 你看我早上出门 载小孩然后上班 回到家准备开始做菜 就那段时间可以跟老婆聊聊天 有的时候小孩子连看都没看到 他要是早一点回家 就已经关门进书房 进房间自己看书了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不喜欢的生活 有了后面那一段尝试之后 我觉得我喜欢做菜 我喜欢跟老婆一起做菜的感觉 我喜欢做菜给自己吃 喜欢做菜给家人吃 我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 陪伴家人 多一点的时间交给我自己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过了一年之后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提早退休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能够获得最大的好处 我多了好多好多的时间 我多了好多好多对生命的掌控 我爸爸90多岁了要看病 我每次都可以带他去医院 以前不行 以前要上班啊 礼拜六礼拜天医院又不大开 如果要陪爸爸妈妈去医院 嘿那还得请假 要不然就只能拜托我老婆带去了 我小孩有什么事情 打一个电话 我就可以跑到学校去了 虽然我知道这样 有一点宠溺小孩 可是小孩子有事情需要父母的时候 我们能够站在他身边 这不也是一个坚强的后盾吗 如果真的都在上班 这些事还真做不着呢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一块 而且从此我真的无法无天了 我就不喜欢给人家管 退休之后 除了我老婆我小孩 还有我爸妈偶尔关关我之外 之后通通都是我自己管自己 我为什么开这两个频道 一个我喜欢做菜 另外一个我嘴巴就是喜欢乱七八糟讲 脑袋整天动 就希望嘴巴能够讲出来 我们想了很多事情 就希望能够和别人分享 我在上班的时候 做的就是培训的工作 我是做Trainning Manager 后来Train the Trainer 训练培训经理 整天都还在上讲话 退休之后我没有时间讲话 以前在做培训经理的时候 是拿别人的钱 说的都是别人交办的工作 说的有时候跟我想的不大一样 我也不能说 可是现在退下来了 你看我经营这个频道 我爱讲什么讲什么 我爱吃什么吃什么 爱干啥干啥去 爱吃茶吃点茶 爱说什么说什么 天南地北胡说八道 任我遨游任我说 是不是一个很快心的事情吗 我早上想录影片早上录 早上不录去游泳 游完泳回来下午录 下午不想录 咱们去健身房走一走 回来晚上再跟老婆 一起做个菜吃一吃 是不是 天下还有什么样子 更快乐的事呢 这是我觉得 我获得最大收获的地方 我不用一整天 被工作给帮助 可是有没有失去的呢 也真的有 我失去的是稳定的收入 我失去的是财务自由运用的弹性 我失去的是 接下来如果还要从50岁工作到60岁 每年如果能够赚200万 我失去了200万 可以预见的收入 和可以准备的退休金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笔很大的钱 可是国父 很多好朋友 哲人都说过 不自由无宁死 自由无价 这就是一个哲学价值观上面的选择而已 你要自由 你就少赚钱 你要钱 那就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把自己的时间体力生命 和价值卖给资本家 可是没办法 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用自己身体的价值 不用自己创造出来的价值和时间 你怎么换得到收入呢 你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你希望日子过得很好 过得奢侈一点多出去玩 那当然就得放掉自己的自由 所以每个人 有每个人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没有绝对的对或错 只要退休 我觉得很棒 晚一点退休 也很好 退休之后再出来工作 哇 那真的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不是吗 哪有绝对的对跟错 我觉得每一个选择 都是对自己当下的情境 还判断 做出最有利的决定 每一个决定 我觉得都是有价值的 也都值得尊重 我只是把我的情境 和我遇到的状况 有些预期到了 有些没预期到了 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走过的路 在未来准备退休规划的时候 能够多一些参考值 多一些借金 我相信这样子 大家在未来做退休规划的时候 就会做得更完善 而且会比我想的更全面 会做出一个比我更 深思熟虑的决定 不是吧 这是我觉得 提早退休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事情 如果 家里根本没有钱 真的很需要你这一份工作 那没办法 你连选择提早退休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 这就是一个需要钱的时代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就自己去决定了 第二个部分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也都在聊的 我到底是准备 怎么准备退休金啊 怎么准备50岁就可以准备的来 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赚的钱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家庭环境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花钱方式 我们通常会截取别人的一两点 来套到自己的消费模式 和生活模式里面 就觉得 别人讲的好像不大合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 别人整个的消费生态 和从以前到现在的储蓄状况 但我们通常会把 一两个我们觉得有价值 或者觉得奇奇怪怪的点 拿来就套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上 这没办法 人都是这个样子在思考事情的 我觉得也没有绝对的对或错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准备退休金 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从开始开始 算了这么多 想了这么多 如果没有开始 没有开始存入第一笔钱 其实想的都是假的 通货膨胀这么重要 重要啊 要不要算在里面 要啊 我知道啊 我特会算耶 小孩子的教育经费要不要算 要啊 一年三十万不够 对啊 能多给一点 多给一点 好啊 现在小孩子都要读到硕士 对啊 当然能算尽量算 小孩子将来要结婚 你要不要给一点 要啊 小孩子买不起房子 你投契款要不要支援一点 要啊 我知不知道有可能七八十岁就会得癌症 有可能啊 有没有可能摔一跤 从此就需要请外籍看护来照顾我 这也是一大笔钱 需不需要记赚 需要啊 我知不知道我的父母亲 有可能有一天身体不好 需要很多外劳的费用 不是外劳外籍看护的费用 甚至住院卧场 需要很大笔的医疗费用 甚至我和我老婆都有可能在未来需要长照费用 我们知不知道 知道啊 我也知道如果我能有一亿退休金的话 绝对比一千万好啊 更好我能不能有三亿五亿 那不更棒了吗 如果我们能够把通货崩障 每年算十趴十趴的飞速成长 那么多的没算到的钱 不就可以留下来自个慢慢花了吗 我也知道啊 如果退休了 我的房子十年可能要大修一次 换成新房子不是更好吗 家电会坏 没错啊 车子也有可能会坏 真的呀 又如何呢 我们讲了这么多 最重要的就是 给自己设定一个有可能达到的目标 让自己按部就班 有纪律的去执行退休财务规划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吗 我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算进去了 结果发现它是遥不可及 根本达不到 那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 就跟我老婆一起讨论这个退休的事情 毕竟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都是外省人 父母亲的年纪都比较大 在我们小时候其实他们就开始 开始逐渐步入退休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体会特别深 眷村的小孩子基本上都很穷 父母年纪都比较大 所以我们对财务规划这一块相对保守 而且会比一般人更早就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讨论 刚好我跟我老婆们当户队嘛 咱们两个都是穷鬼出身的 所以我们很早就在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也知道把这些钱都丢进来是最棒 问题是没有那么多钱 我平常花都不够了 我哪有钱去存款啊 如果我发现那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那我或许连开始存的动力都没有 如果我觉得我五千万才能退休 我现在薪水才五万块 你想我还会做退休规划吗 不会了吧 所以给自己一个合理 而且可能达到的退休计划目标 有纪律的尽早开始做退休准备和存入第一笔钱 我觉得这才是对自己负责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人生每个阶段都会遇到很多的状况 要买房子 小孩出生 老婆想要出去玩 都会发生 你原本想要计划的钱 就有可能出现变化 所以几早开始 你就可以拉长时间 每个月每年的负担就会减少 有纪律 他才可以让你的计划稳定的向前走 不论遇到什么事情 基本上这个东西不动的 很多好朋友说怎么不投资呢 我要跟大家报告 真的很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 ETF 债券 可是我这个人就是死脑筋 那么军工教子弟出生了吗 我爸爸跟我讲的就印在我的脑袋里面去了 玩股票是有风险的 任何的投资高报酬就是有高风险 我出去玩的钱或者是其他娱乐预算 我可能拿来做个投资 但是对于退休金这块 不过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 毕竟 如果真的不小心碰到了高风险 或者是有那么一点散失 那不就退休不了了吗 这是我的想法 不影响大家 所以基本上跟退休有关的钱 我是一毛不动 有人说一毛不拔 没错 咱就是一毛不拔 为什么 因为毛是我伸上来的 而且这个毛 是牵异法动全身 这个毛要是出了问题 不只影响我自己 会影响到我的爸爸妈妈 影响到我老婆 影响到我的小孩 这种毛怎么能拔呢 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 我们没有太多承担风险的能力 所以真的 没有办法进行高风险的 高报酬的投资 摆着定存 虽然没有办法打败通膨 但它不会消失 我穷一点吗 我省一点吗 但我至少 还有点钱可以花 你说是吧 好嘞 这个是我对 投资 还有退休准备金 一开始的想法跟规划 能找尽量找 给自己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 之后再慢慢去修正 等到自己有点闲钱收入逐渐变高了 再把这些 当初没有算到的目标放进来 把通膨放进来 把小孩的教育经费放进来 把养老经费放进来 把保险放进来 把长照的经费放进来 把小孩的结婚基金放进来 把房屋修缮放进来 把家电的转换放进来 把车子放进来 当还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 就先不要想这么多了 开始慢慢一笔一笔 朝着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前面 我觉得是最好的 第三个部分 提早退休 我一直强调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提前和家人沟通 这个我做的并不好 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尤其是要跟自己的老伴沟通 因为你这个决定一旦下下来 是没有办法回头的 如果夫妻两个人没有一个共识 你这个决定一下 接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争吵 还有两个人对生活方式 长期的冲突和无法弥补的沟通和裂痕 所以提前沟通 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你看我们最前面讲的 一开始我会多了很多自由的时间 我老婆就失去自由了 我的不好的地方是 我接下来可能收入就会减少 然后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家里的开销就需要缩减 我老婆她不但没有了自由 而且她的开销也要跟着缩减 你看她会是一个双重的受害者 我们是有获得有受害 可是老婆乍看之下好像是双重受害 她也失去了自由 也失去了金钱的运用 而且多了一个老人在旁边碎碎年 对他们来讲 他就是过去建构下来的一个安全生活网崩溃 所以提前沟通 讲清楚为什么要提早退休 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另外一半是可以沟通的 另外一半是有同理心的 另外一半会看得到你过去的辛苦辛劳 或者是你承受一些不可承受之重 或者是身体状况出问题 当你要做决定之前 先知会一下 花一点时间 或者花一段时间来沟通 让两个人能够达到共同的目标 开始做共同的计划规划 一起调整未来的生活 这样子退休生活 才有可能变得家庭幸福美满 不然他会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风暴 你突然之间退休了 我知道退休一定有原因 像我在台面上讲的冠冕堂皇的 好像追求自由 我也是承受到了工作上面 不可承受的压力 因为有些东西我就是不喜欢 但是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公司走向就是往这边走 好好好讲实话好了 集合制度 药厂的集合制度 会比大家想象当中要严格太多了 我个人有很多法律出身的吗 我对自己的要求 已经到了有洁癖的程度 所以你看我会朝五晚九 早上五点上班 晚上九点下班 我对所有的单据都会加研审核 只要跟钱有关的 我都特别仔细的看 我不只看我自己的 我包含我下属 还有我下面team member的 所有报仗的资料发表 我通通把它看得清清楚楚 包含时间点 包含品项 包含总额 包含合理性 我知道我这样看 可能我的team member会不舒服 但是没办法 我要保护我自己 我不容许我自己在工作上面 有任何一丁点的瑕疵 尤其是道德上面的瑕疵 可是这个集合制度 却几乎快要把我逼疯了 三天两头就从国外来 三天两头就从国外来 我从来没有被逮过任何缺失 但是他却对我造成了 无比大的精神压力 一个对自己有一点点洁癖的人 真的这个压力啊 就变成压垮铦的最后一支稻草 我很少做噩梦 因为我睡眠时间很短 我几乎躺下去 甚至还没躺到枕头上 我就睡着了 我跟老婆讲话可以 讲不到第二句 我就开始打呼 因为我睡下去 第二天早上五点 我就四点多 我就起床了 我一天睡眠时间 就三个多小时而已 所以我从来没有失眠过 也从来没有做什么噩梦 只有在工作最后那几年 我老婆跟我讲说 我晚上会做噩梦 我晚上做噩梦 都在讲鸡盒来检查我的事情 我是不是有哪个地方疏忽了 被鸡盒逮到 它变成了我生命生活当中 一个无法承受的压力 老婆也看到 我精神压力出现问题 我会开始疑神疑鬼 我看过一次的报表 我会回来想一想 不大对我是不是漏看了什么 我开车开到一半 再开回公司 把那个报表捞出来再看一遍 结果没有问题才安心回家 回到家又会想 是不是又漏了什么东西 第二天一早再去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没有办法承受压力 这个东西不是要跟大家说什么 或发牢丧 我老婆看在眼里 所以当我要决定要退休的时候 我老婆就会支持啊 虽然她有担心很多事情 她也会跟我约法三章啊 她每天要去游泳 她礼拜六礼拜天要去潜水 不要每天跟在她旁边 不要唠叨 她会把她的要求提出来 那我当然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到老婆 我们也会怎么样 慢慢的调试自己的做法 虽然没有办法很快 但就会慢慢的达成共识 达到沟通 然后开始跟老婆跟小孩沟通 爸爸退休之后可能有很多消费 就会缩减下来咯 以前一年可能会带大家至少到南部去旅游一次 接下来就要看 有没有额外的收入 有额外的收入去玩一玩 没有额外收入 那可能就在家里附近吃吃大餐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的车子可能没有办法 跟以前在公司做的时候一样 公司每三五年帮我们换一台 接下来我们就是一台老车要用到底咯 以前家里可能有两台车子开 如果接下来一台车子坏了之后 我们就会只留一台车子咯 把这些事情跟小孩子沟通清楚 跟老婆沟通清楚 这一个退休生活才会过得更稳当 其实啊 每个人的选择 不会像台面上这么光鲜亮丽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大家可以静下心来 或闭下眼睛听听看 接下来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每个人不会为了理想而全力以赴 但会为了避难而义无反顾 前面有一个美好的目标 你不见得会使尽全力去追逐他 你只会看到他那个美丽目标在那里 自己还是慢慢的走 可是当后面有人拿个刀子 说你不跑我就一刀把你给砍死 你就会开始拔退狂奔 人为为了避难而义无反顾 所以通常提早退休一定有拉力 一定也有退力 但是把那个拉力 也就是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 放在嘴上放在心上 你才会看到事情的光明面不是吗 如果老是想着背后有人杀你 背后有人杀你 你才努力狂奔 那不是退休之后 还会活在那个阴影之下吗 我相信每个人做的决定 除非是限龄退休 一定有他的原因 把那个原因放在自己心里想清楚 和自己的老伴沟通清楚 我相信退休生活就会过得更稳当了 今天为什么会说这么多啊 最主要是我看到下面有好多好朋友留言 我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一一给大家回复 大家讲的都很有道理 也特别谢谢大家给我很多建议和想法 但是我想有些事情它真的很难 我真的知道要投资 我真的知道有好多钱没算到 我真的知道需要记录通膨 但切这都没够啊 怎么可能拿来晒干呢 就是真的赚不到那么多钱嘛 赚到了那么多钱也存不下来啊 过两天啊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主记处啊 统计 它公布了一个家户所得的统计数值 大家就会发现啊 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人啊 工作了一整年 根本存不到钱 不要说想退休了 连想多存一点点钱都存不下来 收入增加了好像没错 但是消费增加的幅度 比收入增加的幅度更高 全国的家户储蓄率反而是往下跌的 嘴巴讲准备退休金其实很容易 但要做起来真的很难 我所有的分享 只是想把我自己的遇到的经验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一下 退休之后可能遇到的事情 提早开始准备退休规划 我相信这样子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今天讲的话都代表我自己的想法 可能有一点不好听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但我觉得今天这三段 如果大家听进去的话 一定会有帮助的 好嘞 张心漫谈 天天都有新鲜事 咱们就下回见咯 拜拜